3 2 1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电视台体育赛事频道 为您带来的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转播 今天呢是亚锦赛开赛的第一天 那么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呢 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 和我一起为您带来今天赛事的解说和评论工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按照赛程的安排呢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大部分是各个单项的这个预选赛和资格赛 马上呢在中央场地呢 今天要进行的是女斯坦达的一场资格赛 这是由越南的球员阮锤玲 对任越旦的球员费赫敏 比赛的主裁判和发球裁判都是来自中国 比赛开始 软锤玲的率先发球 看到你锤玲开局还是打得比较积极的 今年的压锦赛呢是在这个湖北省武汉市 在这个武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来举行的 那么今年的压锦赛差不多也是这个奥运积分赛的最后一战比赛 因为按照这个国际雨联的规定呢 奥运积分赛呢是从去年的5月5号到今年的5月4号 在这个周期之内 压锦赛呢是在5月1号要结束全部的比赛 所以呢到5月4号 基本上呢今年里约奥运会的 羽毛球项目的参赛名单就会基本出炉 所有国外队的备战领约的选手已经都来到了武汉 虽然今天没有他们的训练 可是都在隔壁的训练馆进行备战 因为明天他们就要有比赛了 所以说每天还是保持着正常的训练 只是训练量会降低一些 就是自己来选择适合的量 更有针对性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年呢由于是奥运年 所以呢应该说 整个羽毛球项目啊 他们的比赛呢是非常频密的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新加坡公开赛 马来西亚公开赛 印度公开赛 包括刚刚结束的这个在长州打的中国大师赛 然后呢亚锦赛完了以后 5月15号到22号就是汤油杯的比赛 对 所以运动就是每位选手觉得都很累 不只是我们国家的 因为所有国家他们都在 呃就是抢这个奥运积分 对 因为奥运积分也会针对到时候奥运会的一个牌 就是抽签 没错 嗯就是你上下半区啊 所在的这个位置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雪瑞呢 在长州他还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以后 他的有效积分呢上升到了7000多分 因为他原来排名是世界第三嘛 嗯 嗯 所以抢到这个分数以后呢 将来呢就是他的排位呢 可以就是说避免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 他过早的遭遇一些抢手 对 双方这两位选手还是实力差距非常大 嗯这个所谓航家山伸手便知有没有啊 这个比赛一开场大家就能够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羽毛球运动呢 他的主要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强队啊 强国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亚欧地区 嗯 亚洲呢主要是东亚啊 另外呢还有这个像马来西亚啊 包括印尼啊 东亚呢主要是中日韩啊 这还是在想办法再去打 可是确实实力上有很大的差距 嗯 我觉得输是不怕的 就是在这种 你要攻高手多交手只要比你厉害的 只要你多打 慢慢的逐渐就会提高的 没错 所以说比赛的第一轮啊 输球 或者是第二轮 我觉得这都是为你未来的成功 嗯 所铺垫的 2 14 15 15 15 2 这也可以看出啊 双方可以说一个职业选手 我觉得和一个半职业选手 嗯 其实也可以说是业余的 嗯 因为热爱羽毛球这个项目 所以说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种 可以说交流 嗯 这都不能用比赛这两个字来形容 应该算是一个交流赛 因为很多地方他只能以赛带地啊 对 因为没有 没有同伴 因为羽毛球是一个互相对看的项目 嗯 这球是出界了啊 不看 对 反拍 打算拨一个对角 这球出了边线 3 1 20 game point 3 game 这样21 比10 21比3 啊 越南的球员阮崔玲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从第一局呢来看的双方呢 确实在能力上有不小的差距 啊 可以说两位选手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对 这个 我觉得可能费和米的这个水平 可能就是说 中国国内的这些业余的女子高手啊 都应该是可以赢下来的我觉得 嗯 其实对 其实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肯定很喜欢 嗯 才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他也想过大概 我有可能是第一轮 因为确实实力是弱很多 然后 输完之后他可以静下来在这里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 可以看到 所有我觉得很顶尖的选手 都来参加了亚精赛 嗯 也可以得到学习 嗯 嗯 对这个实力上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热爱我觉得没有高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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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整个移动上面 他就步伐相对会弱一些 这也是他需要后期加强的 对 步伐 腰撑不住 步伐包括手法上 打球相对来说借力的层面比较少 都是靠手在打球 所以说选择 大家看他打的时候感觉特别用力 可是球不走 7-1 8-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水平相差比较多的 这样的比赛 就是 其实我们业余比赛里面很多 我觉得可以结合自身找问题 挺好的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比赛 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 就能力差的一方上来讲 可能就是说你的球 还是要尽量的去压对方的底线 就是把这个局面不要打得那么复杂 我觉得 就简单点 简单点 能得分就可以 对 就是你因为过多的跟对方 再往前缠斗的话 我觉得这个 因为他没这个技术 对 没错 就是你就是把球拉高拉伸 只要把你想的 就平时练的打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 现在第二局已经得到三分了 就很有机会得到六分 三分 三分 还是就是整个移动起来 打完一拍第二拍没有连贯 对 连贯和衔接都是比较慢 就也是自身的一个步伐 嗯 还是很快乐的 他在享受羽毛球带给他的我觉得 一种心情 三分 他教练也还是很放松 就竞篇就去打 都去学习 三分手啊 这球是软锤铃失误了 其实反拍外往前已经拿到高点 嗯 要求太高 嗯 三分手啊 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嗯 羽毛球整个的这项运动 它发展呢 还不是那么的均衡 嗯 就是说这种 强弱之间的差距 还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国际雨联 我觉得这几年呢 在网球这项运动 对不起 在羽毛球这项运动当中的 这种推广啊 包括整个的普及提高方面 我觉得嗯 还需要做更加扎实 更加这个 就是 广泛的这样的工作 嗯 这个市场化 还是需要多去研究 嗯 嗯 因为你只有 呃 大家都起来了 对 在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 这个运动自然就提升了 嗯 差距太大的话 确实还是比较吃力 好球 不错 他的头顶位 就是他的反拍 也是很多 爱好者很吃力的一个地方 嗯 嗯 他的反拍慢是因为 他的侧身 你看他没 他就没想过我要侧身 他就显得用反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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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身移动 其实这都是要需要真的是 花很多时间很多时间来练 对我以前听伟奇好像介绍过 就是说 教练员那个时候是 就是说 是不要求你们去练反拍的 对吧 一般是就是打到反拍的球 从来没教过 从小教练要求就是一定要测身 嗯 头顶 嗯 必须是主动的 嗯 不能说你全是用反拍 反拍一出 稳稳的被动球 嗯 稳稳稳 好 稳稳 7分了 7分 9分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只要坚持 你就是可以有希望 嗯 这就是一个运动的和体育的精神 8分了 8分 还是挺耐心的 嗯 稳稳稳 还是这个步伐上面慢 显得比较重 对 这多跳跳绳啊 对羽毛球特别有帮助 嗯 主动接外 嗯 21比3 21比8 这样的话来自越南的球员阮璃璃 这种两局啊 战胜了约旦的飞鹤米 嗯 应该说双方呢 在整个的运动能力上啊 包括在技战术方面啊 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当然了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能力呢是有高低的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 这个是没有高低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等一会儿呢 我们为您带来下一场比赛的直播